交通部观光局升级了1968APP 以灯号来显示各景点的人潮 不过现在却被外界实测发现 怎么失准的情况这么严重呢 专家就解释了 这是因为利用的是基地台的信号源 来侦测人流 因此像是基地台比较少的郊区 精准度就会比市区还要来得差 因为可能会连同附近居民的信号 也都一并被纳入侦测 另外主要是因为估算的是人数不是密度 所以举例来说 同样是100人 聚集在小公园 还有聚集在大安森林公园里头 密度就差很大了 因此像是景点的范围界定大小 也可能会影响结果 对此就有立委提案 在五亿廉价之前 这个APP一定要经过压力测试 成功之后才可以上路 升级版1968APP 用灯号显示景点人潮 但实测结果失准引发争议 专家突破盲点 因为系统是透过电信基地台的信号 侦测人流 所以基地台少的郊区 精准度会比市区差 以阳明山竹子湖为例 平日下午显示人潮拥挤 但实际走一趟游客却不多 就是因为数据将附近居民的信号也一起纳入 不仅基地台数量可能影响结果 1968APP主要估算的是人潮 也容易有误差 就像同样一百人聚集在小公园 和大安森林公园里 虽然人数相同 但密度却差很大 目前有部分景点已经采用摄影机测人流 确实可以透过影像看出密度 但缺点是范围小 专家建议如果能将影像资料结合电信数据 估算人潮和密度的准确性就会提高 也能让游客更能掌握旅游热点 提前做好分流 记者综合报道